2015年王立坤被拍到夜会余和尾,两人整夜未出,余和尾是有妇之夫,王立坤不是那个出水芙蓉的素颜姑娘,而是妙不可言的撩难高手。 对于此事,他坦然回应,两人相会只是打麻将,玩个通宵。 不过这个回答被余和尾姐姐一句话打脸,他曾在采访中说自己的弟弟并不怎么打麻将,或许王立坤是自己开创了一个麻将团,余和尾只是一个工具。 和余和尾姐姐对不上口供的王立坤也不再成亲,而余和尾就像一个旁观者,不知是陌生还是懒得解释。 如果两人去有其事,那观众的八卦心不可能就此结束。 如果两人只是单纯的恋爱,人们或许会感叹王立坤眼光独特,余和尾老牛吃嫩草。 不过余和尾是有家世的,还有一个黄花大闺女儿,而王立坤曾和乔振宇有过一段八年的恋情,可谓是出轨和当小三两不误。 王立坤出生在蒙古,小时候祖孙三代其乐融融,上面有一个姐姐,两人性格完全相反。 王立坤被当成男孩养,性格有点野,被同龄人称之为坤哥。 上学时候经常因为打架被批评,一次老师吓唬他,如果再打架,就把他一个人关在学校里。 没想到王立坤站在板凳上,直接给了老师一巴掌,他的这种霸道性格持续到十岁左右。 后来王立坤被父母送到舞蹈学院,他的生活才由一个假小子变成一个安静的小女孩。 他错一个动作,老师便在背上打下一个手印,他一个字也不敢说。 最后王立坤考入北京舞蹈学院,开始了演艺生涯。 2002年,王立坤的一个回眸被徐克导演看中,成为七剑下天山的清定女主角。 当时导演评价王立坤,素面朝天,没有知分器,在娱乐圈很少见。 也正是这个作品,让他遇到了男友乔振宇。 此时乔振宇虽然作为配角,但已经凭借许花女神龙小有名气,被称为天涯四美。 乔振宇经常照顾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学妹,两人在工作结束后经常去吃大盘鸡,一起参加聚会,还在社交平台上敲咪咪的洒堂。 两人感情从戏内发展到戏外,王立坤有一条宠物狗狗,名字叫饭团,这是两人爱情的见证。 不过当时并没有爆红的两人,甜蜜恋情不值得媒体曝光。 他们从相识到分手,经历了八年的纠缠。 2011年,王立坤和余和伟因轻盲相识,从此乔振宇和王立坤的感情开始发生变化。 余和伟作为老戏骨,经常手把手交新人王立坤演戏,而王立坤在社交平台教他研究微博。 这种互动胜过他与乔振宇的甜蜜瞬间,以后两人好像被捆绑一样,合作了很多作品,饰演的不是情侣就是夫妻。 私下见面被媒体爆料不断,一起现身机场,使用同一地址注册公司。 后来巧合越来越多,同款帽子,同样的拍摄地点,甚至大众都忘记了王立坤是有男朋友的。 而这个男友可能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 在2012年的光棍节,乔振宇发文自己过节日,暗示和王立坤分手。 本来这是一段让人伤心的故事,王立坤却发文一条赶伤的微博,不明真相的观众把矛头指向乔振宇,背上了一个渣男的罢名。 直到夜光麻将事件,王立坤的真面目才暴露出来,而且一直在延续。 2017年,王立坤摇身一变,成了九亿少女的情敌。 在这一年,她和林更新被拍到一同看房,疑似好事将近,婚期将近。 但是两人淡定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,不仅没有出来解释,还一如既往的约会,逛街,各种行程安排着就像正常的情侣一样,不亦乐乎。 更开心的时候,两人甚至约上高圆圆赵又廷这对恋人,同游日本。 看到好友一直没有进展,好兄弟赵又廷神助攻,晒出林更新和王立坤的贴脸亲密照。 只不过,两人始终用沉默是金的方式来回应,掉足了大家的胃口。 不过两人真能走到最后吗? 答案是否定的。 林更新可是九亿少女的梦,而且她是和王思聪玩到一起的人,身边女友无缝衔接,哪一段恋情能得到她的承认呢? 渐渐的两人没有了联系,所以这是一份情侣合约。 说是用来提高两人热度的手段也不为过。 看来王立坤是个不简单的人,从荷尔蒙大叔到年轻小奶狗都能驾驭,除了和男人传绯闻,在红毯上的行为才是高手。 2018年,她走上嘎纳红毯,力压马苏,足足蹭了九分钟,视频有多长,尴尬就有多长。 最后摄影师都不愿意拍了,王立坤是如何在百米红毯上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呢? 她先是走一步转两圈,转完再倒退两步,完成一人表演后,又和水源西子两人转圈。 即使两人并不熟,王立坤还是抢尽风头才离开。 更让人嘲笑的是她,并不是作为电影获奖才有机会去,而是因为品牌方的邀请。 这种赖在红毯上的行为无疑是丢人的,不过王立坤并不是爆红的一些明星,所以很多人对这段往事可能不会去讨论。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几年,王立坤不是一个独特的人,他长相演技没有特点,甚至参加浪界都被吐槽,存在感太低。 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,从小养尊处优长大的自己,现在与理想的差距能超出自己的想象。